我昨天拿了金钟奖之后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就拿着金钟奖 背到妈妈的坟钱 跟妈妈说 你看我拿到了 就放在那里面 哈喽雅虎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薰黄静怡 那我会一心一意 想要好好的演戏的点 是因为我发现 我以前在成团的时候 我并不是团里面最有名的 也不是最红的 但是我一拍完第一部戏 去宣传唱片的时候 我的粉丝有变多 人家都会唱名吗 欢迎我们欢迎鬼鬼 欢迎谁 欢迎薰 可能以前我还没有拍戏 可是一拍戏的时候 欢迎薰 我想说 我要拍戏 我的观众群应该就是在戏剧 反而不是唱片 曾经在20出头岁吧 一整年去试镜 没有一部戏是有上的 我去试镜的次数是 我每一天至少会试镜一部戏 等于我一个月我去试镜 二三十部戏我都没有被选上 一年这样下来我就会心想说 是我太胖吗 还是我长得太丑 还是我真的戏烂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在想说 我是不是就该回去店里面 帮帮忙爸爸妈妈了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然后大好机会又来了 那时候来找我拍戏的就是 山力 然后来找我出演就是我住了一个情人 又盛还有徐伟宁的 然后我也是因为拍了这一部戏 演了这个人物 我入围我人生第一次的金钟奖 女配角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才更坚信说 好这一条路我不要放弃 在没有得到女配奖以前 一年差不多 差不多四到五个 拿完女配之后 就可能在三四个月 就有四到五个角色 不会耶 因为其实配角的戏份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啊 你在怎么抢演 你在怎么样会演 你的戏份还是没有女主角的多 我一直都认为 其实剧本没有分女主女配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把本分演好 你的好自然就会被看到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爱演戏 就是因为看了环叔哥哥 我还跟我妈说 妈妈以后我要演戏 讲话结巴都不会讲话 你要怎么演戏 我说我只要演戏 结果我就好好的去演戏了 我之前拿了金钟奖之后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就拿着金钟奖 背到妈妈的粉钱 跟妈妈说 你看我拿到了 就放在那边 而且以前我所拍的每一部戏 我妈妈都会看 而且我妈妈是看本 每一次一来 我要看剧本 我说你看得懂吗 我要看剧本 你之后再干嘛 干嘛我要看 妈妈就在那边 真的很专心 一页一页看说 蛤你之后会这样子哦 蛤他会这样对你哦 我想说 哪有个妈妈会这样子的 只是她看完本之后 她一样都会看播出 对 就是我非常铁粉 铁粉的妈妈 对 我有一年入为金岁奖 那时候金岁奖是 线上颁奖的样子 我入为女主角 就在颁奖的那一天 前一晚我在那边睡觉 睡觉 我第一次梦到我妈妈的脸 这么的清清楚楚 然后我妈的脸就一直这样 一直笑着笑着 然后我就问妈妈说 妈妈你在笑什么 妈妈就很开心 一直看着我一直这样笑 但是因为那个梦 还太清楚妈妈的脸 我就醒来 我就想说 哇妈妈一直这样 笑着什么 什么意思 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宣布 我就得到了金岁奖的奖项 但是这一次金岁奖 她就没有让我看到 哈哈哈 对 可能妈妈也会想说 你会得吗 也那样的妈妈 哈哈哈 对